台中大度山上的 偶峰山公園 全台媽媽平民第一名 媲美日本是國內首座 公園內設有 0到99歲玩樂設施 讓小孩大人們瘋子著名 可是現在台灣普遍的公園 不管大或小 不管是都會或是鄉下 你可以看到都是塑膠有距 你看到一個你就什麼都看到 所以我到這邊 台中紅媽媽為了照顧女兒停職 陪伴她在玩樂中成長 政府給我們的幫助是不夠的 她認為政府 因設置更多特色公園 不要讓孩子活在廉價童年 在台北也有一群地方媽媽 不滿罐頭公園太氾濫 靠自己的力量 翻轉混層公園 特工農成員張雅 也會去社群儀式 邀約居民參與改變 讓天母天河公園變得不一樣 一樣是透過居民的力量 對居民的參與 就說像當時在做天河公園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也是請居民 這裡的居民來參與 台北市政府聽到媽媽們怒吼 今年編列8千萬預算 將計劃設置石山座共榮特色公園 重視兒童玩的群人 他們看到的這些都是罐頭遊具 所以說他們生氣了 媽媽生氣了 為什麼就是政府都做一些罐頭遊具 沒有一些特殊的遊具讓這些小朋友買 我們去認識每一個孩子的需要 回到人的本質 用這個角度去設計遊戲場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讓這個遊戲場 真正的去符合多元的需要